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未有确切证据 他投书到日本那边要求负责 但台湾驻日代表谢长廷的回信相当官方 令他束手无策 希望政府能积极调查 让事情水落石出 台湾卫生局则表示将调约相关就医纪录及病例 会进一步协助当事人厘清乙役 大一生计品牌经理林亚涵表示 3月26日接到陈姓男子反映 已请对方提供相关资料 会转给日本小林制药 大一生计会尽最大努力协助消费者跟日方联系 林亚涵说 公司红区胶囊2018年开始贩售 2020年拿到台湾建字号认证 有国家级检验认可 一开始生产原料就来自小林制药 之前检验都没问题 这次看到日本新闻时 公司马上预防性下架并告知客户 除接受退货 厂内既有产品已封存 生产线也暂停 目前只有陈先生主动致电反映太太健康出状况 会持续了解 追踪 林亚涵透露 日本小林制药的后续处理慢好几拍 至今连问题批次都没有完整提供给台湾厂商 台湾厂商只能自行因应处于半自救状态 不排除与其他厂商集体向小林制药求偿 健康生活编辑部 谢谢收看 健康生活关心您的生活健康 请订阅点赞及转传